黎仁璋的艺术 黎仁璋的艺术 它是 其实是我的高祖 他创造出来 我们现在所说的一种品牌 那这种品牌 经过了几代人的 他们的那种不懈的 那种努力 坚持和守护着它 对中国整个的 那个传统的守护 这种创作 所以发展到现在 我们都知道 中国早期的彩塑 比如我们从敦煌 麦基山的这些彩塑作品里面 我们并没有看到肖像 就是真实的人物的那个作品像 但是从慢慢的西方的艺术 慢慢的传入中国以后 那也影响到我们在绘画的领域的拓展 那个媒介的拓展 但是这个就有点吸收了 这种中国的跟西方的那种肖像艺术的造型 那到了研究的时候 我们已经就不是一个创作角度的研究了 就是一种它背后里面的文化了 社会了 人了 包括考古学了 包括社会文化学了 人类学了 这些东西 都会放了宗教学了 那种信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大学 我们作为艺术这种欣赏 跟可以动手做一些的 是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学科的学生 都是一个很宽泛的知识 特别重要的是一个 它的想象能力跟创造能力 有ulent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